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,伟大的长城一直是中国对外防御的坚固屏障,然而,远处的长城并非侯伟壮丽,它的起源相当朴素。 在西州至战国末期,长城更像是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断续线条,散落在广袤的大地上,这些城墙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防线,他们静静地矗立在各自的地狱,仿佛诉说着各自的故事。 直到秦始皇的统治时期,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,秦始皇将个诸侯国之间的城墙连接在一起,形成了连续的防御线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之为长城。 然而,当时的长城并非石器雄伟,而是由夯土铸成的,高度仅有一米多。 这样的土墙,这能阻挡住强壮的游牧民族马匹吗? 为什么秦始皇要修筑这样的长城呢?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注定了他们无法像农耕民族那样固守一方土地,他们的生活随着风向而改变,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较大。 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,如旱灾、雪灾等,他们可能面临生存危机。 为了生存,他们常常南下袭击农耕民族。 陈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,开始在各自边境修建城墙,以此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袭。 因此,赵国有了赵长城,七国有了齐长城,燕国有了燕长城,等等。 然而,这些分散的城墙并未能有效阻挡游牧民族的侵袭。 因为游牧民族具备灵活的作战方式,分散的防线显得无力应对。 秦始皇通过巧妙利用局势来统一六国,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 秦国作为强大的农耕文明代表,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是一场艰苦而强烈的对抗。 秦始皇最初派遣大将军蒙田,彻底击败了当时强大的匈奴,使其被迫迁往更北方,从而削弱了他们的力量。 紧接着,秦始皇迅速改变策略。 以大国的角度出发,修建起了长城,严格划分了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。 有人曾怀疑游牧民族的骑兵,以其勇猛而闻名。 一米多高的土墙对他们来说似乎不算什么,似乎可以轻松跨越。 然而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 首先,即使只有一米多高的城墙,对马匹来说仍然是一道不小的障碍。 尽管墙体不高,结构也不坚固,但它足以让马停步,阻止骑兵的快速进攻。 其次,骑兵难以随身携带挖掘工具。 在敌人的领地上,他们无法腾出足够的时间来挖掘城墙,秦国自然也不可能坐视不管。 那么,长城的防御效果究竟在哪里呢? 我们必须讨论它的警报系统和城墙的防御力量。 古代的烽火台被用作警报系统,提醒人们接近的敌人。 在西周时期,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,修建了烽火台。 在这里,烽火台就成为了长城的警报系统。 由于古代通信方式受到限制,没有像电话或传针这样方便快捷的工具。 人们在长城一余观察的高地上建造了烽火台。 设置烽火台带来的是一种警惕和随时准备的状态。 这个独特的设计使人们能够从高处看到远方,便于察觉即将袭来的敌人。 一旦敌军开始入侵,烽火台就会发挥作用。 白天冒烟,夜晚点火,火光和烟雾能在短时间内传递信息,使长城下的士兵能立即做好迎战的准备。 此外,这个系统还有利于增援的调动。 由于每个烽火台相距约十里左右,远军可以在短时间内赶到。 尽管秦长城的高度并不惊人,大部分城墙建在山上,收成士兵站在高处,有利于防御。 即使有些城墙建在平地,驻扎在不远处的军队也能迅速支援。 因此,城墙的防御力量显得稳固而充足,这是游牧民族无法达到的。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,长城尚未形成完整的联通体系。 各地的防御缺乏系统化的警报和军备。 秦始皇可能深知这一点,所以大力投资修建万里长城,并配备足够的守卫力量。 六国的统一胜利反映了秦始皇的政治智慧和秦国军队的强大实力。 秦军的威力使六国畏惧不前,也让北方的游牧民族望而却步。 公元前211年,秦始皇派遣将领蒙田镇守北方,以对抗匈奴的入侵。 蒙田带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,迫使他们只能向北撤退。 随后,蒙田收复了河南地区,占领了阴山一带,并在那里设立了三十四个县和九个眷。 秦始皇意识到胜利的果实需要巩固,于是决定利用自己手中的军事优势修筑长城。 蒙田将军率领军队和调动大批农民,罪犯等参与修筑长城的工程。 这道长城不仅是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军事屏障,也是秦朝北方的监视防线。 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,他们以游牧为圣,不固定居住,之前可以自由进入农耕政权的领地掠夺后逃离。 然而,现在的城城,无论高度如何,坚固与否,都成为了心理上的障碍。 因为这是由强大的秦军修建的防线。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虽然秦军实力强大,但无法轻易消灭游牧民族。 因此,秦始皇采取了一种复合战术,边战斗,边夺地,边修筑城城。 他命令秦军向北方逐步推进。 秦军的进攻不仅仅是简单的占领,他们在占领新领土后修筑城墙,并安置百姓过去开垦土地,生产生活。 将新占领的土地快速纳入秦国的领土范围,建立边防阵地。 这种方式不仅达到了防御的目的,实质上也扩大了秦国的疆域,提升了农耕政权的经济水平。 这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 同时,业绩大地震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。